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展的这两年其实也被贴上了很多的标签 资格国是第一个用互联的方式去来改变传统的资产权服务行业的一个模式的发起者 资格国是第一个开创了商标注册服务免费的一个模式 资格国是第一个得到主流的投资机构认可的资产权服务行业的一个代表 我们在一年的时间之内分别拿到了联想 分别拿到了经纬中国的几千万的这种投资 资格国又是第一个借助互联网的这种平台 将商标注册的量在短短的不到两年时间做到了中国第一 同时因为互联网的这个模式促进了整个资产权法律服务行业 整个群体对于互联网模式的一个深度的思考 这是资格国创立两年多一点点的时间当中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 资格国在2014年的3月份正式成立公司 2014年的5月份资格国网正式上线 开创了商标注册的免费的这种模式 在2014年的6月份资格国上线一个月之后 得到了量子新的百万美元的天使投资 2015年的4月份我们得到了经美中国领头 领养质型跟头的三百七十万美金的A轮融资 在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拿到了量子融资 2015年的5月份就在我们拿到A轮融资之后 又比较幸运的我本人受到了总理这种借鉴 跟他有五分钟的这种交流 去来谈了资产权这个行业的一些看法 我们的一些模式的介绍 在2015年的7月份呢 整个资格国的网站的平台的商标注册量的成交量 超过了一万单 这个数字呢 在整个行业当中当时是一个记录 在2016年的3月份全面的实现盈利 我们去跑通了一个商标注册免费 加上政治服务的这样一个模式 然后在2016年的5月份 我们又开创性的推出了 针对专利这个行业的一款产品 就是外观专利的免费的一个模式的开启 这样的一些标签 这么两年来走下来的一些经历 我们也得到了很多的一些成绩 当然整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也一直在总结说 我们为什么能够走到今天 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问题 我们走对了哪些路 让我们今天还持续地活着 并且还活得不错 第一个你肯定要选对行业 选好你要做的这个事情 现在有很多的创业者 貌似有非常多的这种领域可以去进入 我可以去想 我推入这个行业很火 对吧 然后互联网家的这个行业很火 我都可以去做 今天送衣服这件事情特别好玩 送餐这个事情特别好玩 都可以去做 但是我想其实任何一个创业者 在进入一个行业的时候 你去分析他最后的成功 背后他一定有某种逻辑存在的 就是你所有的背景 所有的资源 所有的积累 有没有可能去支撑到你 接下来干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没有任何的这种积累 去进入一个行业 其实你的开头就会非常的困难 因为一件事情到最后能不能成功 我觉得是有逻辑存在 拿这个个为例 第一个呢 你一定要旋转行业 这个事情很重要 为什么说旋转行业呢 其实现在貌似有特别多的这种行业 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机会存在 但是真正属于你的这种机会 到底在哪里呢 其实是有背后的一套逻辑的 那么能不能做这个事情呢 第一点肯定是说 这个原有的行业 一定要向一些痛点存在 痛点就是你去满足 你所要传递价值 给到的那些用户的这个层面 那我们会看到很多的一些所谓创业者 找到的一些痛点 其实是一些伪的痛点 或者伪的需求 那之后就会导致你这个 后面的这种项目的根据 就会特别特别的这种困难 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说 你要找到真正的这种痛点 第二呢我觉得 其实跟早期的这个创始团队的 或者说早期的发起人的这个背景 会有一定程度的这种关联 拿自各个为例 其实我们早期的创始团队的四个人 是传统做法律服务的一帮人 我们拥有的优势在于 我们懂这个市场 我们懂用户的需求在哪里 我们也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 去发现说原来传统含义里 没有这个那样的痛点 信息不透明 对吧 用户的这种体验非常的差 然后呢 整个过程全都是人在处理 那么效率非常非常的低 当发现这样的一些痛点之后 我们去想用互联网的方式 是不是可以来介入这个行业 去传输价值 最后发现这个事情是成立的 所以呢当时去选了 这个互联网来改造 我们这个传统的 资产权法律服务行业 这样的一个创业 所以呢这里面就说 更多的尤其是一些传统行业的 一些朋友们可能要去思考 或者说整个的互联网的一些 一些创业者去要思考的一个点是 这个过程当中 我的独特的地方在哪里 我是对用户更了解 还是我对产品更熟悉 还是我对这个运营 这个更有上产点 一定要找到这个点去来突破 所以呢 个人觉得在选行业的这个过程当中 一定要根据自己本身的这种优势和 你所谓的找到某个行业的一些痛点 相结合形成最后的一个判断 我觉得找切入点这个事情特别特别的重要 就是 我每个人可能在创业的时候 有非常大的这种梦想 我要改变世界 我要改变行业 我要给人类带来这个多么大的这种创新 我要给多少多少的这种群体 输出多少的这种价值 梦想非常的大 这是没有错的 就像我一样 这个当时的梦想也非常的大 我要干净大的事情 要做出多么伟大的一个创新来 但是呢 我们会发现说 其实创业是一个特别特别艰难的一个过程 所以你在早期资源非常少 然后呢 你的力量非常小的时候 一定要把你所有的这种资源 所有的这种投入 去找到一个点去突破 当你能够有0到1的突破的时候 后面1到100的事情 才有可能会是你来去做 所以这个点 所谓找切入点这个事情是 尤其是现在互联网的这种创业者而已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你一上来不要去想 我要去解决所有的问题 这个也做 那个也做 最后发现说 这个事情其实压根没你什么事 那么回过到 这个我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去来整体的梳理了一下 资产权这个行业 从用户的角度 从整个产业链 各个这个业务的这个角度 然后呢 我们去梳理说 哪一个环节 是可能用互联网的力量 最大的去发挥它价值的一个地方 之后 我们选来选去发现说 商标注册这个业务 是可以利用互联网的方式去放大的 当时呢 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 商标注册 首先它是一个 所有企业都需要用到的一款服务 它是绝对刚需的 覆盖群体 绝对广的一个产品 同时呢 它的痛点非常的明显 整个行业非常的 没有规范 价格有高有低 整个服务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用户的体验 这个层面上 其实有大量的这种 被改善的这种空间 然后同时呢 这个产品又是一个 相对比较标准化的一款产品 在整个法律领域当中 是为数不多的 一款可以用技术 去提升效率的这样一款产品 那么OK 我们分析了一下 觉得 可能会成立这样一个模式 商标注册 所有的服务费 我们给它免掉了 因为你突然呢 这种技术介入之后 可以把成本下降 把效率提升 你理论上可以做到 成本为零 那这时候我就去想 我们有没有可能 去把免费这个事情做出来 发现说是可以的 所以有两年 这个我用两年的时间 去只做了这一件事情 把商标注册 免费这件事情 干到极致 干到最大 干到所有的用户都认可 所以呢 这个是在整个的 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 0到1的这个环节 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一定要去集中你所有的力量 找到一个最最最最痛的一个痛点 去把它这个问题解决掉 那你能积累的势能 就会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这个点 找如何去找这个切入点 非常的重要 你一定要在早期 不要耗费你特别多的这种精力 资源 去浪费在一些别的事情上面 关于盈利点或是盈利模式的这个事情呢 原来互联网的这种从业者 去来创业的时候 可能不会特别多的去想 这个问题是我做出一款好的产品就OK了 我有多少的这种专机量 我有多少的这种用户 最后变现是自然而然会发生的一个事情 其实自博国创业两年来 我们服务了很多很多的企业用户 可能有一半以上的用户 是互联网的这种从业者 互联网的产品 互联网的项目 到今天呢 其实蛮多的已经死掉了 有的时候也会跟一些创业者在聊说 你这个事情 这个产品还挺不错的 后面是怎么变现的 后面怎么样一个逻辑 说我还没想 我先把这个产品做好 这个盈利自然而然会去解决 可能这样的一个观点 在以前会特别特别的正常 但是在今天的 尤其是现在资本寒冬 对吧 大家都会去来考究你整个商业模式的变现的 这个问题上面会花特别多精力的时候 我想今天这个 这个关于盈利模式 关于盈利点的这个问题是 可能我们的创业者 我们要在一开始就去想的 我无论是我今天的免费 还是我今天的收费 对吧 都是去来支撑你后面 整个大的商业去变现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 回顾到资国国本身的这个事情上面 我们有一个在整个行业比较大的一个争点 是说你们不停地在烧钱 因为你们的商标注册是免费的 别人都是收费的 那你们就在疯狂地烧投资人的这个钱 我印象当中 在2014年我们刚出来的时候 我们的同行说 资国国可能不到一年就要死掉了 然后呢 在2015年的时候 这一份我们刚容满一轮说 哎 反正没有死 然后又有言论出来说 资国国这样的一个烧钱 可能2015年也会死 然后就在今年的时候 我发现说我们还活着 然后开始盈利了 对 这个呢 当时其实是有我们的一些思考的 就是什么东西去支撑你免费 怎么样去实行盈利 其实都会有背后的一套逻辑去支撑 那么拿资国国为例 我们的免费的基础在于 这款产品是可以被标准化的 这款产品可以用技术去大规模的提升 效率降低成本 理论上可以做到零投入 所以你可以去支撑你的整个的免费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其实资国国的免费 它不是一个烧钱的逻辑 它不像现在的大量的这种O2的企业 所以我们旺金一条街上各种扫码 街上逛一逛你的吃啊喝啊等等 这个全都搞定了 甚至那时候有言论说 我出去喝杯咖啡还让我付钱 这是一个特别诡异的事情 有的朋友们在聊天的时候说 我在旺金的一个咖啡店里面 想让我付钱这件事情特别的诡异 你不是说现在都是送了吗 扫过码我就送你饮料 扫过码我就送你这个东西那个东西的 所以它是两个不同的逻辑 同样的免费去支撑你的这个点都会有不一样 所以这个我早期的免费是基于技术去提升效率的这样一个环节 理论上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零投入 那么后面因为你的良好的用户体验 良好的服务体验之后 用户自然而然觉得你是一个靠谱的事情 后面我会有一系列的服务 会给你产生合作 所以呢这是我们的一个逻辑 用免费是基于技术去介绍这个行业效率的提升 所以我的成本投入是非常小的 用免费背后呢 是我一套完整的用户的这种服务的体验和服务质量的把控 所以我可以给到用户非常好的一个一个质量的保证 最后达到的效果就是 所有基于以前认为自国过免费的 他说我这个成本下降的一些用户来跟我们合作 最后我会发现说 嗯你的服务已经超过了我的预期 我愿意付费跟你有其他服务品来这种合作 自国过早期的很多的一些用户 基于自国过免费 OK我可以降成本 跟我们合作商标注册之后 后面跟我们合作的专利啊 跟我们合作的版权啊 等等一系列的这种服务 这些都是付费的 对那是基于对你这个早期服务品质的这种认可 两年的时间我们筹免费 到今天的今年的三月份我们实现盈利 这是我可能就说 在整个的关于商业模式 关于盈利模式的这个点上 希望更多的这个创业者在一开始能够去想明白 为什么是这样 为什么是那个呀 他一步步的逻辑是什么 要多去做这样里面的一些思考